柯文哲他當然每天出門 他再也不能以主席的身份講話 因為他請假中 而這個黨被他搞得黨務一團糟 他也自請要被調查 所以他沒什麼好講的 但是他現在總要講話 他現在是角色扮演 但是你看他的眼神 你看他的眼皮浮腫 你看他講話的心情 以前我們常講 柯文哲真的很喜歡爭執 他享受每一分鐘 但是他現在沒有了 他現在講話的心情是不一樣的 不過他犯了一個毛病 就是從他的角度看問題 我們如果跟他對面的角度去看的話 問題其實是一樣的 內容是一樣的 但是講法就不一樣了 比如說檢方用全國舉國家的資源 的力量來研究我 那當然啦 那檢方當然是 代表 代表這什麼 舉所有的力量在研究你 但是結果是研究的不好 那譬如他肯定這個法官 不錯扛得下壓力 我請問柯文哲什麼壓力 小草的壓力嗎 賴清德的壓力嗎 上面的壓力嗎 民進黨壓力 顯然他是講民進黨 籠統的民進黨的壓力 我覺得他好沒有風度 他跟他以前剛出道的時候 所講的完全背道而馳 人家是放你一碼 你就肯定他 而且他說他有抗壓 如果再下第二次第三次把你關起來 壓力就沒有了 這個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壓力的忍受度嗎 所以柯文哲講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他就檢方扯動拉西的 然後編一個故事 這是他的看法 我們的看法也是 檢方也是拿了很多資料 然後有的時候問這個 有的時候問那個 但是這個不是在編故事 這個是要套你的共 看看你嘴巴會不會講一點 哪有開的事情 叫我們殺到 結果我必須講 這個整個過程 檢方是有一點笨拙 有一點哩哩哩哩 比如說他關了那麼久 跑去把那個全區志願去備詢 時間那麼久 但是顯然檢方大部分的時間 是在問目渴 為什麼要問目渴 因為目渴比較好問 那個金華城案 是問不這個所以然 所以他們就避重就輕 看看有什麼突破 但這是錯的 因為他最後的裁決書裡頭 每一個字都在講金華 沒有在講目渴 目渴沒有用 因為目渴不是重罪 不是重罪 你就沒有辦法生壓他 目的是要生壓他 你搞輕症 你幹什麼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檢方的最大的毛病 就是人力不是不夠 資源不是不夠 但是沒有方向 沒有重點 亂七八糟 那到後來因為迫於壓力 迫於時間 就要趕時間了 結果寫出一個不像樣的這個的文 所以今天院方不是對你好 今天院方是因為他的對手 這個檢調不行 而且因為對方不行 你就顯得你行嗎 也不是你看這個法官採用的 他採用你的說詞 第一就是你不專業 第二你沒有參加 會沒有參加 第三點你不知道 那這三個不都採用了 這個其實跟檢方的無能沒有關係 但是檢方也應該講得好 如果講得好的話 這三個不就不會出現 所以應該要這樣看 我跟你講 現在我以為他本來是那一天 就是說請假三個禮拜 三個月以後就不管了 我以為他以後沒戲可演 現在不見得 他只是換了舞臺 換了台詞 換了角色 換了說法 但是我覺得這個對他沒有用 因為他以前很享受這種政治生涯 現在他不快樂了 不快樂以後就交給林振宇處理